台東高中的游泳池日前傳出 因為底部石灰岩造成學生割傷的狀況 校方甚至要求大家穿襪子游泳引發反彈 體育署在12號派專家到場會刊 發現濾水設備還有馬達故障 沒有辦法濾水讓石灰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接下來他們將會擬定改善計畫 要還給學生安心的游泳空間 清潔員用強力水柱清理泳池 但底部大量石灰石死死的黏住磁磚 有些還列成大小不一碎片實在好危險 這個真的像刀片一樣 使用將近30年的台東高中游泳池 日前傳出泳池石灰石碎片造成學生腳底受傷 校方通知上游泳客必須穿襪子 引起部分學生和家長反彈 12號體育署擊派專家勘察 這都不會運作 所以我們包括激水管線全部都卡那個石灰石 綠水設備和馬達外觀秀實嚴重 兩年多前故障停擺無法濾水 讓石灰問題越來越嚴重 這應該非一日所造成 應該是兩三年的 那我們先建議就是說 可以過濾材跟過濾桶的顧問可以先處理 應該可以減緩它未來再解禁的情況 沒有想到這個情況這麼嚴重 盡快來幫台東高中爭取到 這個過濾系統的相關費用 把這個石灰石先清掉 讓小朋友可以盡快來上課 專家到場會看後將沿泥解決計畫 夏天就要到了 學生只盼能安心學游泳 不用再穿襪子下水 接著劉林翔台東報導